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人生果就不一样了 根本不像上图用模具培养出来的畸形果 而是一副恐怖的样子 就如三朝未满的小孩相似 四肢俱全 果观贤辈 最关键的是 看起来好像还能动 难怪唐松一看到这情形 马上被吓坏了 善战经惊道 善哉 善哉 今年又不是荒年 五股丰收的 为什么将一个三岁未满的孩子给我解渴 不就是一个果子 为何会长得像婴儿呢 他在书中有何隐喻 二其实 只要你仔细读西游几 就会发现婴儿总是与长生有关 在通天河 唐松师徒遇到观音的宠物金鱼 摇身一变 变成了灵感大王 居然要吃同男同女 并且自制了一套检测真伪的方法 非陈家庄村民亲生的还不吃 难道陈家庄的人肉就好吃些 非也 而是唐僧俗家名 舅舅陈玄奘 而观音有一项业务技能士宋子 可见 这金鱼一定是获知了观音某种秘密 才跑到通天河来吃同男同女 人的寿命由宋惯着 有的说是地府阎王 而阎王勾魂的依据却是生死部 制定生死部的 就是南极寿星 但是 在比丘国 寿星的坐骑梅花鹿 却变成一个道士 找了一个狐狸做女儿 专门哄骗国王找一千一百一十一颗婴儿 取心肝做药业 国王能吃掉了这么多心肝吗 那么多的是水药 显然是梅花鹿 而梅花鹿献给吹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那必使南极寿星 三代原始社会 人们对天地自然气象变化不了解 以为是有神灵在做怪 因此定期会向神送上祭品 送什么最珍贵呢 那就是自己生出来的婴儿 只是后来开明之事的祖旨 才换成了牲畜 不过 神灵喜欢婴儿 却是从那个时代就开始流传 猜到叫修仙之法中 就有一种宝贝叫秋石 它就来自于童男童女 他们认为童男童女没被污染最干净 所以才能有助法术修炼 为何倒是找的服务员都叫童子呢 为何不找扫地老大爷 这也是与他们修炼信念有关 是德唐无成恩版西游记将人参果设定为婴儿状 正是继承了道家的这种说法 所以妖怪要是童男童女 寿星要用童男童女 连人参果也长得像婴儿 其实 在明朝西游记早期版本中 人参果是与地上的灵魂相连的 一个人参果 其实就是 一个代转是灵魂 神仙是人参果 其实就是吸别人的魂魄 从而提高自己的寿命 当然 这种说法想起来都很恐怖 自在人世间有没有人参果呢 还真有 据资料显示 人参果 Cling Fruit 又名长寿果 凤果 燕果 原产美洲 书千颗类多年生双子叶草本植物 亦可称鲜果 香燕梨 燕果 果实成熟时果皮成金黄色 外形似人的心脏 其果肉味道独特 脆爽多汁 不酸不色 和酸小一样 是一种受欢迎的水果 但是 也有人将梨子 苹果什么的 用模具倒出来一个婴儿的样子 弄得不伦不类 甚至还有弄成仙女状的 如下图 不知这样的果子 有几个人敢吃 表现了 甚至有需要 温暖小歌 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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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